好,各位線上的夥伴,大家好 現在看時間呢,是我們台灣時間11月23號,禮拜六,晚上快十點 這一篇必報我們已經拼了很久很久了 然後呢,來,你們先說你們現在在做的那個統計的東西,快速介紹一下 現在在跑的是什麼樣的統計,什麼樣的數據 我要先講什麼 講個幾句就好了,對,講個幾句,對 不用講細節,就是說現在跑哪些數據,跑哪一種統計方法 在跑溫威安補法,然後其中有一組數字 這樣跑過來它還是不行的 那個有顯著差異,這不是我們要的 這組考慮是刪掉 沒問題,因為那個只要是它143是第一輪,全部都Round 1,全部刪掉 那是合理的,因為可能那個東西穩定性的問題 但是你不能只刪一個數字 變成要刪可以一整輪刪 也可以 它全部都差異太大 我覺得差異應該金組是最沒問題的 但是第二組開始 那個疫情管有615151 跟其他人差太多 然後又出現3938 所以可能這一組有考慮是不是不要用 不一定不一定,現在有兩個情況 就是說有個東西叫精準度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是不是那個疫情完突然顏色變很麻的時候 因為只要它每次在線性很高的話 即使它跟它數據不對,沒有關係 因為最後它可以利用那個calibration 利用 regression 校正回來 重點是它每一次同一個試劑 做了六輪、五輪之後 它的每一次在線性很高 假設一新完的話 ISO octane是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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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準 你的另外一個地方呢 每次都是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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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OK 它的精度很高 精度就是它測的數字很集中 但是準度不夠 因為準度是50為準的話 但是它303030之後它可以去校正 如果每一次它是平行的話 變成我們六組 油的油脂 它可以去做校正 這是最好的 所以為什麼做regration是這樣子 好這樣子OK嗎 好來OK 那換我來介紹 那我來投影出去好不好 我來投影出去 好好 沒問題 好OK 有看到嗎 目前還沒 我為什麼不欠 有了 有了 好OK 那我來介紹一下 來 各位線上夥伴大家好 我不曉得你是何年何月看到 但是現在是2014年 我們正在拚這個 那我在台大讀書的時候 沒有老師坐在旁邊 從頭到尾講怎麼做 或者陪伴我做 只有罵完以後修 修完再罵 這就是我對台大指導教授的印象 那當然我 我也不曉得現在指導教授怎麼樣了 只是說我就是這樣子 好來 然後至少我覺得說 我這樣子做絕對不是從台大學來的 康蘭也不用講 那個東西都自己來的 來我們這邊的話 這個東西是我們的那個 A0的 A0非常大 84公分乘上110多 然後我們這樣子做的時候 這個是每個人分工合作 做不同的地方 除了做數據之外 也會把數字跟圖形整個結合起來 所以這 所以我不曉得今年走什麼樣的運 怎麼卡通圖越做越多 老實講我這個人雖然說感覺很叛逆 但是我做的必報都很保守 你看我最後一句做都很保守 一板眼的 然後就可能也是學生的緣分 就是學生覺得這樣怎麼做 我都覺得可以可以可以 就配合學生的 然後比較少給一些很負面意見 然後就這樣變成很漂亮的一個情況 這也是我們要做的 就是我還第一次把那個內文說到20號字 等一下我們還會把一些中文記錄刪掉 然後開始討論我們寫的細節 禮拜五要去張貼 最晚最晚禮拜四就要訂稿 但是我們壓禮拜三 不能大家事情太忙了 好來 然後這個是他的實驗的流程圖 所以是我們楊大一筆一筆畫出來的 憑著他做的超過100次以上的滴定 整個都把它弄出來的 好來 那這個是統計圖 就是做完不同樣本去做的那個統計圖 那這個是最後我們要跑的 成本跟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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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然後這個 放到這一頁 這一頁是 阿元模仿我們二月份 我們五月份發的必報 然後把模仿這個形式來跑 安慰ANOVA在這邊 安慰ANOVA在這邊 所以我想要強調就是說 有時候學生在過渡時期的話 稍微推他一下推他一下 他會知道怎麼去跑 而且過程當中我會跟他們講說怎麼去 這個跟統計學 生物統計學的是什麼樣的關聯性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阿 就這樣子 所以花很多時間 但是這些時間 才是在一個學生 甚至進入研究生前入門的最好的時段 最好的時段 好來 然後準備錄影結束了 已經錄了五分三十八秒 來那個最後一人幾句話 聊一下這次的感想 抱怨少一點 獎勵多一點好不好 抱怨我們關掉以後再來抱怨 哈哈哈哈 好來開始 從哪邊開始 啊 來開始都可以 都可以誰先來都可以 過程中學到哪些東西 哪些東西還不清楚的 過程中學到哪些東西 學到 做一個實驗 後面居然有這麼多的細節 哈哈哈哈 不然 我們在錄影啦 不然我姐會講說 反正他已經錄取我們的論文 對不對 胡弄瞎弄媽 寫個英文就沒有回去讀了嘛 對不對 反正就ok嘛 相對起來 我們都會要求品質啦 因為這些東西丟出去 是一輩子的事情 丟臉也是一輩子 做的好也是一輩子 所以時間夠我們就盡量把東西弄好 不然其實喔 昨天我們這樣子線上會議 兩小時三小時對不對 我就覺得欸 好像進度已經逼近了 進度逼近了 進度逼近了 好那今天再趕一下 我其實我覺得都 都有機會啦 都有機會 好ok來換楊大 我好像沒有什麼想法 只有脾氣而已對不對 我現在 還有 好沒關係我們關閉以後再來聊 因為那個成員之間 大家速度會不一定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我這次也在學著做一件事情 就是放手 我要學著放手 就是說不要介入太多 但是又 該幫忙時間不夠的時候 又要出手幫忙 這是我自己要學的東西啦 好ok那我就準備停止錄音喔 這段我會把它上傳到YouTube上面 然後呢我們 來你們先做你們預定計畫的東西喔 那我先來修英文稿好不好 好那一邊修過程中 我會把痕跡留著 然後最後一樣 如果我們之前的 我們會用那個 用那個 用那個 Chair LGBT 或者是用那個 Gramary做修稿 我再跟各位講 好ok那就先這樣走 來 我們跟線上 不曉得什麼時候看到 我們的觀眾朋友們說晚安吧 晚安 好2024年的我們 跟大家說再見 好ok來 停止錄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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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